整节明亮的实验室 工作人员忙碌穿梭 可难联想到这里培育的 竟然是恼人的蚊子 这座位在大陆广州 号称全球最大的蚊子工厂 拥有四间实验室 一周能生产两千万只 带有沃尔巴克氏体细菌的 雄性白线斑蚊 这些雄蚊投放野外后 能令雌蚊绝育 生出无法孵化的卵 靠这种种群压制的面纹技术 能有效防止疫情 一旦携带了沃尔巴克氏体 工生菌以后 这个蚊子传播 登格尔的能力会极大地下降 因为沃尔巴克氏体 某种程度上可以杀死 它体内的这些登格尔病毒 包括在卡黄病毒 研究团队表示 去年已经在广州南沙沙子岛 试点成功 投放约650万只雄蚊 抑制成虫生长效果 达百分之九十七 如果顺利最快三年左右 透过以文质文 有望彻底告别登格热